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唯老 那秦晨暗害我大魏三皇子曹衡 今日我必杀之 对 辞子若是不死 我会先派再无脸面在西北立足 五国大比不论结果如何 任何势力都不得在事后出手 这是当年定下的规矩 谁敢为可 曹衡和念无极怎么就成死在我手里了 不是 你还能是谁 连你表兄秦枫都这么说 也就只有你们两个白痴 才会信秦枫的鬼话 秦枫口口声声说 亲眼见我杀了曹衡二人 可见他当时就埋伏在现场 可论实力 他才像真正的凶手吧 更何况 整个大旗都知道秦枫与我有仇 如此错落百出的诬陷 你们都信 不是白痴是什么 的确啊 五国之中除了幽谦雪 也就只有秦枫能斩杀曹衡和念无极了 是啊 卿尘 你休想狡辩 曹衡和念无极 明明就是中了你下的族之后 无法凝聚真气 被你一剑斩杀 那还请 这位朋友描述一下 曹衡和念无极的死状 我 我 我 无事双来即可 曹衡和念无极两人死 死相凄惨 应该是经历一番大战后而死 重霉重毒 弟子也是不知 诸位听到了 那两人分明是经历一场大战而死 以弟子薄弱的修为 逃生都成问题 又嫌能杀死他二人 该死 为了增加说服力 我故意说两人是中毒而死 这下麻烦了 你下毒后极力拖延 等到毒发之际再取人性命 有何不对 你身为大旗弟子 口口声声说在现场 却在子勋公主身处危难时 作弊上官 等公主和我逃生之后 偏偏曹衡和念无极 在一场大战后被杀 而你偏又这么巧 在试炼中断了一臂 不管诸位信不信 我反正信了 这肯定只是一个巧合 这位朋友 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 我 我相信 你只管说出事实 弟子曾在现场 见到一只断臂 那上面的衣物纹理 和秦风的一模一样 我明白了 秦风当时 肯定藏在现场观战 等秦晨和子勋公主狼狈逃走后 再按下杀手 两大天骄当时 已然精疲力竭 如何能抵挡秦风的偷袭啊 最终 只拼死斩下秦风的一只手臂 战备而亡 这场大战 果然惨烈啊 你胡说什么 是我杀了曹衡二人 那你又是怎么逃出 两人追杀的呢 多亏了我手中这破空真符 我和公主 才能侥幸逃过一切 早知表兄你埋伏在周围 做地理的我 你就不用浪费那张上古真符了 你 四处为 听我解释 好啊 原来三天下死于你手 逼逼小人 秦晨 你好歹 大哥 歹毒的是你吧 为了栽赃于我 竟私通外敌 不过 你不仁 我却不能不义 生存考核 生死有命 卫国和鬼仙派 仗势其人破了规矩 我秦晨 绝不会看着你被他们所杀 要杀秦锋 就从我尸体上踏过去 我大齐没有闹者 五国也没有闹者 对 没有闹者 这种时候 秦晨还在为那秦锋说话 这种气愣令人敬佩啊 以德夫人 这秦晨果真有情有义 再看那秦锋 妥妥地坚定小人 你们 我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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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种气愣令人敬佩